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一年来 运动家队的球迷对于球队他签 纷纷表示愤怒 失望 沮丧和抗议 3月28日晚间 运动家队在奥克兰球场迎战克里夫兰守护者队 数以千系的球迷在赛前就在场馆前面举牌示威 球赛开始之后他们也拒绝入场欣赏 结果主队在13522名球迷见证之下 以0比8狼狈落败 运动家队在2022年例行赛季的战绩为60胜102败 2023年例行赛季的战绩是50胜112败 截至4月3日的战绩是1胜600 很有可能连续三年累计败仗场数都在100场以上 运动家队在2018和2019年球季 还曾经有过连续两击战绩都是97胜65败的成绩 运动家队最近一次夺得大联盟年度总冠军 是在1989年10月28日击败旧金山巨人队 当年运动家队是倚靠两位先发投手取胜 他们分别是在奥克兰出生的右投手史都华 David P. Stewart和在奥克拉河马州出生的右投手摩尔 Michael Waymore 彭广阳 2024年4月5日